无尊五日举行新书决定勇敢签书会 这是他自招结婚生子后第一个和粉丝见面的公开活动 粉丝部委台风天现场500张号码牌10分钟内发完 有粉丝签完就开始排队 人气不受结婚生子影响 而无尊做完新书宣传活动就直奔文来 以为迎接第二胎 在记者会上无尊宣布第二胎天平男宝宝即将诞生 在生日会上透露 女儿是10月10日抛妇产 跟她生日一样 加上无尊结束宣传行程后 六日一早回文来休假 在近电影杨贵妃剧组报道 不少网友也怀疑是否儿子也在10月10日诞生 经纪人吕淑娟表示 只知道预产期是10月 先回文来几天之后再继续拍戏